中华民族的第一道火光最先照亮了这里 自此玄鸟生商 王亥经商 承康都商 这座城市得名商求 这里根植着商之梦 这里孕育的商之梦 华山之园 中国商丘 商丘位于玉鲁苏丸四省结合部 屹立中原 面向世界 总面积1.07万平方公里 发展纵深广阔 总人口逾900万 人力资源丰富 200公里辐射圈涵盖一亿人口 区位居足轻重 经久龙海两大普铁高铁干线 在此十次交汇 商行高铁由此起始 众多线路形成铁路交通放射界 商丘与郑 与郑州并列为两个连接东西 直观南北的大枢纽 也是全国八纵八横 重要节点城市之一 105国道 310国道 与连货极广等众多高速公路 构成以字形枢纽新形态 省道在其间穿梭密布 商丘公路四通八达 商丘机场建成后 将成为国内重要民用支线机场之一 用程民权通用航空机场 率先走进通用航空新领域 驼汇合航道建设方兴未来 未来商丘水陆运输 通江达海 一座全国交通数纽城市 正在快速成型 一座全国流通节点城市 正在蓄势待望 人流 物流 资金流 信息流 资源川流主心 发展活力无限 商丘汇八方 而通天下 商丘以商为名 因商而新 今天的商丘不仅要驶入时代经济快车道 更要弯道超车 跨越发展 打造新引擎 构建新支撑 一如两区五组团 合理的空间结构反映出向心发展的理念 以中心带动 市与内协同发展 城市间协同发展 共同构建商丘城市群 以枢纽经济为引领 以现代物流为先导 商丘着力于发展先进制造业 高端加工业 和现代服务业 产业集聚区 作为商丘经济发展主平台 以生产 生活 生态复合发展为目标 肩负主导先行的担当 胸怀二次创业的气魄 全力促进产城融合 实施产业提升战略 生产规模由小到大 产业链条由短到长 产业层次由低到高 企业关联由散到聚 商丘拥有四个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居全省前列 创新驱动 集聚集群 智能转型 商丘轻力打造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 培育三个千亿级主导产业集群 十余个百亿级特色产业集群 商丘保税物流中心和商丘海关相辅相成 商丘综合保税区铁路国家一类口岸正在申报 疏通区域经济脉络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 以商务中心区和特策商务区建设为机遇 商丘发展金融服务业 商务服务业和现代商贸业 盘活区域经济态势 实现产业融合共生 届世一带一路建立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和郑州航空港综合试验区 商丘将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式的优势进一步广荡 坚持输入引领 针对产业招商 绘制产业图谱 突出引进世界500强 国内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 商丘作为中原粮仓 农业现代化水平持续提高 粮食总产量稳定增长 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发展特色高效农业 着力挖展深加工产业化集群 商丘要让农村美丽富饶 要让农民幸福安康 商朝开国首都是它辉煌的过往 区域性中心城市是它璀璨的未来 商丘将充分发挥综合交通输入优势 构建大交通 培育大木流 形成大产业 促进大发展 有耗机勃发的经济势能 书写中原崛起新篇章 随黄取火 苍结造字 是文明画域的出发点 恶伯关心 王亥经商 是社会延尽的里程碑 孔子祖地 庄子顾礼 是思想争鸣的主镇地 归得文庙应天书院 是文化传承的风火台 一山一水一城一寺 数千年的历史积淀 早已浸透了绿树青山 碧水蓝天 听一曲玉东调 捏一方送绣锦 请一杯张公酒 捧一支客瓷盘 古老记忆历久弥新 必将在山文化 全球传扬的过程中 焕发新生 文脉长传 才能发展永续 商丘 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实至名归 亲伤 富伤 安伤 所以商丘 百业兴旺 平等 健康 幸福 所以商丘 百姓 安康 产城融合 城乡一体 新型城镇化的步伐 不断加快 发展红利 一步到位 百姓共享建设成果 突出生态文明建设 以打造黄河步道 生态走廊为引领 加快建设 生态商丘 人居环境因此美好 商丘被称作 中国长寿之乡 优化发展教育事业 努力实现充分就业 切实提高民生保障 加快完善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商丘好人 是这座城市的秉性 一言九鼎 是这座城市的精神 商丘 将以现代化 立体化综合交通缩纽 贯通全国 连接世界 建设 玉路缩丸 生计区域性中心城市 成长为 中国地区重要 新兴战略支撑点 商丘 堪称世界华商朝圣地 商业精神发源地 商业文化传承地 商业人才聚居地 不放出心 百姓至上 使人民的获得感 高于一切 华商之源 中国上丘 华商之源